不管是人氣大腸圈 肉丸 魷魚羹 豬肝腸 每一道基隆在地美食 才一上桌 相客撲鼻而來 光是看的就令人口水直流 吃美食保平衡 歡迎大家 基隆城隍美食文化季 因為疫情停辦兩年 今年會復舉辦 找來立委參選當時的美食推銷員 30日將帶著基隆的 20多家美食業者 進軍立法院大力行銷基隆美食 但很多人只知道基隆美食 都以為只有廟口而已 其實我們城隍廟周遭 其實真正也是另外一個美食的重心 那我也非常感謝我們城隍廟 張主委 郭總戰士 長期不動推動城隍廟文化之外 對於周遭的美食文化 也非常認真的推動 所以我們既在疫情之前 曾經辦過一場之外 我們這次非常高興 這個星期五的上午的時間 我們也在立法院再次舉辦 基隆城隍美食節的活動 那我們所有的基隆城隍美食 周遭的店家也都會來到立法院 第二個我們也會邀請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來立法院這個地方 享受基隆的美食 那我相信禮拜五這一次 在立法院舉辦的這個活動 會讓基隆的美食之都的地位 更加的確定 那這也是我常常提到的 基隆做一個海洋國家門戶的廣場 海洋國家城市的廣場的城市 我認為它在這個部分 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也會讓許多人願意愛上基隆 願意愛上基隆這個城市 我們欠缺的只是個行銷和宣傳而已 而適應將會在行銷跟宣傳上面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再次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除了推銷基隆美食 八年來培訓在地青年 組成的漢洞HDA團隊 將從北部基隆到南部的恆春 巡迴台灣各地校園宣導反讀 立委蔡思瑩親自授旗 感謝這一群年輕人 校園反讀突破六百場紀錄 基隆城隍文化祭 除了日巡 夜巡 藥禁等傳統活動 也將地方信仰文化 和觀光消費結合 讓全國民眾都能夠來到基隆 享受獨特的海港文化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道